我是沈浩康 欢迎你回到向选民报告的现场 好 那么今天呢 这个中心中心讲到 下午你们的语音投票 之后大概还继续 最后呢说认为特征组 查与昌案是司法迫害 同意绿营讲的 同意1600063 不同意15000或80 几乎差不多 但是同意比不同还多一点 那TBS做民调 那是民调 32%认为是抹黑蔡英文 30%认为是蔡英文有问题 是揭闭 30%是不知道 不过当然这个民调 比较特别 因为我看了另外几个民调 没有发表的民调 基本上大概是20% 认为是抹黑蔡英文 20%认为是揭闭 蔡英文有问题 55%以上 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看了几个民调都是55% 但TBS这个表态率蛮高的 好 那为什么会民意这样的 这样的 拉锯 民进党几乎不太需要去回应这个问题 因为亲民党不只是宋楚瑜 而包括亲民党的候选人 只要有机会在媒体上面 都帮民进党帮蔡英文 做了比他们更期待的解释 这个减少了很多的压力 亲民党基本上就是说 当时宋楚瑜新票是冤枉的嘛 又来又来 从这样的一个逻辑 而他们的主要对手 他们毕竟也是挑战者之一 不管他是不是意图分裂 蓝营让蓝酒下来 从个挑战者的角度来讲 他当然是冲着你执政者来 这逻辑上面我能理解 刚刚讲的就是中间今天下午的语音民调 因为我今天刚好在现场 那个民调 那个语音头投票 绝对有问题 一开始的时候是不同意的 就是说遥遥领先同意的 然后呢随着两个小时的过程 慢慢的变成2比1 到了最后的大概半个小时的时候呢 开始出现了大量的票数接近 最后半个小时逆转 至少比较绿营人家民众很凝聚啊 OK啊 我基本上就是说我只能够讲 蓝营民众很散漫 从你看语音投票的情况来看 从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语音投票一旦一开始差距很大的时候 就差距了 落后的那一方就放弃了 落后的那一方就说 这个大家都已经很清楚 我竟然表态没有意义 基本上面就会领先的越越领先 落后的就更落后 那今天我一直在问的就是说 虽然大家都过去呢 都说蔡英文是空心菜 但是我只是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我们要确定你蔡英文到底是空心菜 有没有可能其实我们搞错了 它是A菜 如果你是A菜的话 那就很严重了 你是不是A菜我不知道 可是我要你出来 让我更清楚的知道 你到底是空心菜还是A菜 空心菜只是讲话空洞而已 如果是A菜那就很麻烦了 A我想主持人知道的意思 但是因为现场我们就说 因为高家瑜是民进党的市议员 他很年轻 其实在党内的资历也很浅 我觉得我们要问他 就是说蔡英文该怎么样怎么样 对他来讲太残忍 也不是他能够回答的 可是我很想问高家瑜 就是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 以后政治人物 如果面对到类似的质疑的时候 是不是只要在网路上Q&A就可以 你接受吗 是不是Q&A就可以了 我现在必须要说明的就是说 如果你连Q&A都不去看 然后还来指引 就说你先看完了Q&A 你再来问啊 看过当然都看过 我的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Q&A就可以了 当...我就说一个宇昌各自表读 一个Time Ad各自表读嘛 到现在还是各说各话说不清楚 蔡英文今天如果出来说的话 还是一样各自解读 因为到底这当初的真相怎么样 怎么样去还原 你需要蔡英文怎么来告诉你说 我当初这就是大家拜托我 所以我才站出来了 这样你就相信了吗 家瑜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然 你出来的时候 所以这很难去解释啊 我相信蔡英文出来 不要说他认为出来 他讲完了之后还是各自解读 我也绝对同意 他讲完了之后是各自解读 但是哪一个政治人物 面对这一刻的时候 讲完之后不是各自解读呢 陈英柱的事情 心跳的案子 特别费的案子 即使马英柱就被判无罪了 今天有不一样吗 一定是各自解读 但是是不是以后 大家都比照办理 民进党也都接受 不会再要求说 出来讲出来讲出来讲 因为我很会信这一套 因为过去你们都是这样子做的 我不晓得是不是 从今天开始 我们以蔡英文 以及民进党今天接受的范本 去看Q&A 那我们就都看Q&A 因为这个问题是 你可以回答问题 你同意吗 其实我觉得事情发展到现在 我们民进党也做过很多次的解释 而且国民党到现在所打出来的 民众根本搞不清楚 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 另外就是说 到底这整个案子违法 违法有违法在哪里 有没有能够说出到底哪里违法 蔡英文要出来说明的 有没有能够明确的指出 或是特征组 或是检调单位 你们早一点把这个案子 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让民众来知道 但目前为止 蔡英文也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他到底要解释什么 所有的解释 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疑点 我们都已经说得很久 因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案件 就算蔡英文今天出来说话 一个小时 我相信都没有办法让大家非常清楚 整个案子的过程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说明的事情 就算拿出这么多叠的案子 文件 一个一个看 刘亦如都搞不清楚状况了 你说 你说这些记者 这些民众搞得清楚吗 所以高一元的意思是说 所以我说国民党就是要打模糊仗 就是要让这些整个事情越模糊越好 国民党如果说像赖斯堡 他们这种国民党意图打模糊仗 如果蔡英文出来讲 讲得很清楚 但他们要故意花 我一定修理赖斯堡 他这个按照高嘉宇的逻辑 就变成说 因为我讲以后太複雜了 你们还是听不懂 所以我们都不要讲 我如果这样子 那政治任务就太好做了 所有的人以后都说 很合十的 我说到这里 大家都听不懂 各自解读 所以我们不要了 看区案就好了 可以这样子吗 现在词语的很简单 就是一个利益回避的 你做到哪里 不要忘记 刘兆玄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的弟弟还是哥哥 叫刘兆凯 有没有 弟弟好像 弟弟好像是 在东元 标政府的案子 按照一定的程序 标政府的案子 就变成打个半死 被民进党团打个半死 然后或者不做 就这样子 那请问你 那个标准 那样的事情严重 还是蔡英文这个事情严重 就利益回避 到现在为止 讲不清楚 不是我们问的不清楚 我问的非常清楚 就是利益回避 蔡英文你要当国家领导人 那条线 你画在哪里 他旁边多少人 包括高嘉瑜 听他讲话 我觉得不够 他自己 要揣购 其实高小姐的年纪 跟我女儿相当 我也不要问他 这为难他 而且他也不是当事人 就算他不是当事人 说不要讲 就是说 也不要 我说不要为难他 但是我们是站在一个媒体地上 要质疑 要理应 要竞选总统的人 第一点 是利益回避问题 我说连资深的 赤马王 我都这样质疑 我也这样质疑啊 那第一点利益回避 是当事人要回答的 职务跟资金 第二点是 我还想到 是态度 一个总统候选人 如果他还在选举阶段 就对大家质疑是傲慢高傲的 我不能接受的 理应谦虚的 接受检验 我说问题货有大小 但是我更重视 关键在态度 要被检验的 展现一个领导者的责任 不如我们常说责任由我来承担 总统最后是决定 那个飞弹按钮的人 不是吗 我是说你要展现责任感 让我们信不信任你 我重点在这里 那回到你刚刚 我稍微带一下 从这个不管是什么灌票 我不知道 我看结论 结论就说 其实呈现这个特征组动作 社会是两极看法 至少这样写 不同的电视台都这样子 第二点显示 蓝绿对决是非常尖锐的 第三 有那么多的人不知道 不关心 显现这问题太复杂 而且不是那么重视 但是我还是认为 我们对特征组 不需要给他压力 特征组就自走炮 你按照法律 你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觉得这一点 我们大家要给他一个办案空间 唯有特征组 最后做最后的起诉与否 或各种侦查以后 以这个为准 因为毕竟只有特征组 有功勤来做结婚 这一点我们要尊重特征组 不要给他压力 为什么名利这么分歧 而且这么拉锯 对 因为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地方 就在于是说 他不像新票案 新票案那么的清楚 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有一亿多 到了宋政远的账户 那这个钱非常的清除 然后大家就会发现说 宋厨原来不是像你自己讲的那样子 什么清廉啊 然后这个妈妈家里面的什么门坏了 都没有钱去修 哇 你竟然这么的有钱 那所以他就要为了这个东西 你看到那个具体的数字在那里 那钱到他自己儿子的口袋 那这个不是 这个宇昌案不是这个样子 他在讲的是 蔡英文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官员的时候 你自己在这个道德的这界线上面 利益回避上面 你如何的拿捏 这个就 这个就变得是一个 可以有辩论空间的一个事情 如果说今天根本就是纯粹的 就是很简单的 就逮到说 蔡英文原来就在他的自己任内的时候 就像陈水扁他们一样 如此的这明目张胆的 然后就徒利他自己的话 那当然他就一枪就打死了 可是我觉得蔡英文 他必须要在这个问题上面 说清楚的 恰恰就是正在于 当这个马英九 他一再的质疑这个蔡英文 他不能够跟这个扁集团切割的时候 其中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在于是 那你自己对于 你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是什么 不仅是在于你的用人 而在于你个人 跟今天蔡英文说 你不要一直看过去了 你看的是我 我是蔡英文 他不是陈水扁 那你真的不是陈水扁吗 你真的是在这个 清廉道德的要求上面 是如此的戒胜恐惧吗 如此的高道德的标准 来要求他自己吗 这个案子刚好凸显了 蔡英文他不是嘛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他没有说 像金票案案那么清楚的钱 放在我的口袋里面 所以让大家觉得说 这好像有很多很模糊的空间在 基本上因为上次我记得 你在提醒我上上礼拜六 因为这礼拜又要辩论 就上礼拜六是副总统 副总统在上礼拜六 那蔡英文说 你因为马英九之一 他旁边的这些人 都是陈水扁当时的团队等等 还有涉案等等 那蔡英文说要看领导人 看领导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行的政就可以 赠助他们 虽然我不相信 我真的觉得什么人带什么样的人物以类聚 你这些人都是这样 你管得了他们 那都不管 假定说蔡英文讲的是对的 要看领导人 那领导人现在被质疑嘛 领导人现在被质疑 那领导人在这个时候 如果被质疑的话 那你将来就很麻烦了 你一定要出来解释清楚 把事宜 要把别人的疑问 没关系 兵来将长水来推 你们问好了 我通通可以答复你们 然后让大家没话讲 就算是这个回去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 那至少在现场 你们来 我可以都可以 至少我能够自圆其说吧 能够讲 不是说现在不出来讲 不出来讲 那个疑问就一定在那边 而且落人口实 就是说不敢 你刚出来讲呢 为什么不敢出来讲 变成 老师他不出来到最后真的 真的 你觉得还是对的吗 我觉得 就对他有利的吗 这个没有对不对的问题 只要他认为这个对他的选择 没有负面影响 他就一直都不讲 那我是觉得说 这个为什么大家看不懂 因为我觉得是国民党 在主打这个案子的时候 一开始对这个案的属性 还有所采用的策略 还有最后的 谁要追求的目标 我觉得也许 企图性太强了 因为这个不像 比如说那校长的便当钱 你说那修宿 很清晰 很清晒的啦 就是便当钱 你把他押去 整个人头算多少钱 整个人都把他押 几千万钱 很清晒 大家都听不懂 还说是历史贡业 大小子都听不懂啦 这个案子是在说 以你副院长之尊 你在这个事件的哪列 你常说那条线 你越过了 那你这个 这样的事情 你都不晓得回避 那将来 你又从副院长 有一天可能变成总统 那你总统 你可以管到的事情更多 如果你这个本性改不掉的话 如果这个本性还是继续扩充的话 那你当了总统 不是让人家很不安心吗 就是那些升级界的大卡 认为资金进来 大家才能够安心的那一个人 会让大家觉得说 你当了总统以后 我们会变成不安心喔 还不是这样 是啊 但是我的意思说 蔡英文应该也知道这个道理嘛 蔡英文也是聪明人 那为什么就是不讲 他讲真的会怎样吗 蔡英文口才不错 在立法院的时候 我看他跟那些立委 应付得也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很快 就会受到检验 既然大家这么关心这个案子 我相信 礼拜六的辩论 马英九一定会提出来 如果他心中 也对这个案子有疑虑的话 他一定会提出来 那在辩论会上 如果蔡英文 他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 或没有办法告诉大家的话 我想对蔡英文也是一个扣分的数字 在那个辩论会上时间很短 今天太短 问的人问一分钟还是一分半 他自己答了两分钟 我若是蔡英文 只要用我就说 没有啊 这事情没有啊 还是一样大的 都客机大牢 你看这个陈良博 何大医 翁琪卫就请我来啊 我何美月都是天子资金啊 而且我也替国家赚了十亿啊 两分钟就过了 主持人 我这个有不一样的看法 这个礼拜的辩论 跟两个礼拜前 第一场的辩论是不一样 这一次的提问人十二个 十二个 而且十二个代表不同的团体 甚至这十二个团体选择 我都有意见的 他能够真的cover 所有我们台湾四合 未来几年的问题吗 也不可能 台湾民间团体几百个几千个 比如说妇女问题 他抽出来的那一个 他有兴趣的 不见得所有的妇女都喜欢 而且这十二个团体 是要去提出他们的要求 看看每一个候选人 你答应多少 而不是要听你的证件 所以我就在想 这个乙昌案 要怎么插进去 我觉得连插进去的机会 都很不容易找到 甚至何况说 我没有好好的 有没有可能 因为我记得两个礼拜以前 那时候民进党 在炒两金 什么两元四 两元四 两元四子 那时候插 然后呢 大家就叫蔡英文出来讲 结果蔡英文忍了几天 在礼拜五 我记得 礼拜四还是礼拜五 礼拜五 礼拜五出来 八点 道歉 为什么要道歉 民调 民调下来了 然后礼拜六要辩论 所以干脆这个时候 一致了结 道歉 那蔡英文明天又是礼拜五 今天礼拜四 明天又是礼拜五 有没有可能明天 蔡英文干脆出来讲 表决一下好不好 表决一下 好 蔡英文明天会出来讲的 上次很少人猜对 都说蔡英文不会出来 混出来的圈圈 混出来的叉 混出来的叉 好 结局 看高嘉宇 不我们不是有 没有牌子给你 对不起 对不起 与众不同 对 不可能 连高嘉宇都叉了 那一定不会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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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可能 因为那个两元 他是有关于 讲两岸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在辩论的前一天 晚上 像世子还在更早了 就是世子还在辩论之前 他就出来讲了 我觉得关键是在就是说 因为民调掉了嘛 不会 明天晚上有开个记者会 除非现在 比如说各台的这个媒体的民调 特别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民调呢 一掉掉个百分之五 五个百分点 不用 三就够了 他就会出来了 而且特别是他上次的时候 那个两元的那个世子 影响到他的中张头的选票 他就赶快出来道歉了 其实现在这个案子 国民党 粤党 适得其反 因为从几家媒体的民调看起来 宇昌案其实发展到现在 对国民党其实是不利的 所以这个案子 就让国民党继续炒下去嘛 反正对国民党选情不利 好 谢谢再回来 这个民党